公司有幫你們做什麼樣的保護措施嗎 AKB48台灣成員馬嘉玲 26日驚喜現身電玩活動 對於紀念初姊妹團NGT48成員山口真凡 在自家門口被粉絲襲擊的事件 似乎被下風口令 對… 應該這個部分我們可能都請公司之後再做回答 公司之後會回答 對…我們可以再… 我們把這些資料匯展一下 然後我們再告訴大家這樣子 而前陣子高中好友發文爆量 馬嘉玲出道三年多都還沒回過家 又沒有這麼悲情啦 其實我從… 出…就是真的加入團體之後 沒有回過家 對… 沒有想到… 會被… 教育不施行 對… 有教育不施行 對…有在跟家人減免 然後像… 父母其實一年都會來日本一次左右 持續努力的她 去年才在AKB總選舉中首次得名 沒想到今年公司卻宣布停辦 讓大批粉絲超錯愕 都是馬嘉玲自己看得很開 我覺得… 要講失落嗎 有個其他的方式 就是粉絲 應援自己的方式 有很多種 其實不只說是總選舉 所以… 雖然說今年沒有總選舉 但是… 當我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 並沒有說有太大的反應 有粉絲滿的支持 就是最大的動力啦 Hanboy樂台灣報導 好消息喔